Light 想跟上下一檔的表股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加上開啟小鈴鐺 還要記得加入我的Light ID是WE178WE178 前面記得加小老鼠 各位同志朋友好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財政中正 今天指數是持續在下跌 持續在探底 今天先稍微講一下大盤 其實以大盤來講 本週是下跌了兩段式的下跌 這兩段 它其實是屬於說不同的賣壓 你可以發現到 從上週五美債殖利率創高以後 它先引發第一段賣壓 再來第二段是 各國央行在同時間升息 升息完它又引發第二段的賣壓 只要說你瞭解到整個國際資金 它的輪動狀況 你會發現目前的台股 其實它是沒有什麼好擔心的 它完全不需要去擔心 我們先講大盤 等一下再來講生計 今天的CDMO裡面一樣是非常的熱鬧 包含像6461的益德 還有像是保瑞 今天都持續在上漲 完全是不受大盤的影響 好 先看大盤 以大盤來講 其實這兩段 這兩段它是反映不同的事 第一件是它是在反映美債殖利率 第二件是它是在反映升息 好 我們先看第一段 以第一段來講 因為說美債殖利率在上週五 它是在創下了今年來的高點 到了3.17 創了今年來的高點 當時有講過 美債殖利率的創高 它會引發外資被動式的賣壓 它會在股市跟債市之間去做調整 好 你要知道說 我們當時在5月份 其實有講過一項論點 就是只要美債殖利率過3% 或是到3.5% 台積電它可能會下週到哪裡 來 你去看 當時有說過 因為台積電跟美債殖利率 美國的債券 它其實就是一個 它就是翹翹板 哪裡投資價值好 資金就去哪裡 當時有講 來 5月11號 如果說我們做到一個最漂亮的數字 台積電在2022年預估 EPS是35元 鼓勵發放率我們就給到最好 54% 它的配息可以到17元 17元是一個非常非常漂亮的數字 也就是說 台積電經典最好的狀況 可能會配到17元 如果說以17元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美債殖利率過3% 你看 當美債殖利率過3% 台積電它要到450以下 殖利率才會到3.8 到3.8它才有辦法去跟美債去抗衡 等於是說如果說整個國際資金 它要達到一個平衡點的話 當美債漲過了3% 它會去賣台積電 把它賣到可能說350附近 才會停手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以本週來講 6月14號 6月14號 美債殖利率它最高已經來到了3.48% 3.48%是一個非常高的數字 如果說以理論上來看的話 3.48%這樣子的數字出來 台積電它下丘的幅度應該要更大 但是你可以發現 當這一天 6月15號美債殖利率到了3.48% 但是台積電 它卻還撐在500元之上 其實這樣子的現象就代表說 整個國際之間的資金 它在台積電跟美國的債券之間的調節 已經調節得差不多 該賣的都已經要賣 否則如果說 當美債殖利率漸到3.48% 這樣子的數字 台積電早該破500元 既然台積電還沒有破 就代表說這之間的調整已經結束 好 那你再看 接下來就是 接下來就是升息 這一段它是反映美債 接下來它是反映升息 昨天下跌 今天也下跌 好 你可以發現到 以昨天的美股來講 其實在聯準會剛宣布完說 升息三馬過後 美股是大漲 美股大漲過後 一直到昨天早上美股的電子盤 才因為其他歐洲國家的升息 而出現比較大幅度的下跌 所以這也可以代表說 美國央行 應該說聯準會 聯準會升息三馬這件事 股市它已經反映 但是其他歐洲地區 包含英國 包含一些歐洲國家 他們也是跟進比較激進的 升息政策 這樣子的升息政策出來 其實一些大型的央行 全部都在同一天宣布 這樣子激進的政策 它會導致說整個國際資金 它會不斷在股市債市跟匯市 之間下去做平衡 所以你可以發現 其實昨天跟今天的賣壓 它都是屬於被動式的賣壓 來 你看 聯準會剛宣布升息三馬 美股它其實是大漲 一直到隔一天的電子盤才下跌 也是連帶拖累台股 昨天跌今天也跌 主要就是因為各國央行 同時在進行激進的升息 所以國際資金 它會在同一個時間點 在股市 匯市 債市之間去做輪動 因為大家要知道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以整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外資投資機構來講 他們不是跟你去做單點進出 他們的資金動輒都是百億 這麼大的資金 他們會去做一個投資組合 這個投資組合 它會看哪裡的價值比較好 股市 匯市跟債市 當債市的價值大於股市 它會把股市的比重降低 拉高債市的比重 當匯市就是美元 美元或是歐元 匯市的投資價值又高於股市 股市的部分資金 又會開始測到匯市這邊 所以你可以發現 當所有的國際資金 同時在股市 匯市 債市 下去做調整 其實影響最大的就是股市 最可憐的就是股市 所以股市的資金 它會再被分到匯市 再會被分到債市 所以這些賣壓 它自然會比較重 因為全部集中在那天 但是我所謂的不用去擔心 就是因為這些都是屬於 被動式的賣壓 既然是被動式的賣壓 一些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他們的目的它是要變現 既然是要去變現 它不會管你什麼樣的股票好 什麼樣的股票展望好 他們賣股票的唯一準則 就是變現率的快速 變現率越高 它會越先把它去賣掉 所以為什麼每次出了什麼樣的狀況 首當其衝就是全執股 因為全執股的變現性比較快 股本夠大 成交鏈也夠大 隨便賣都可以抽回非常多的資金 所以你可以把這兩端的下跌 全部都視為是被動式的賣壓 重點是在這一塊 因為說如果 如果說美債殖利率到了說3.48% 3.48% 它真的會引發說比較大的賣壓的話 早該跌了 它會這樣連續性的下跌 甚至說連續性的破底 它不會拖到說升息過後 才跌這兩根 所以基本上 你了解這樣子的邏輯關係 你會知道 純粹只是整個國際資金 在股市 會市 債市 之間去做調整 既然是在這三大市場之間去做調整 就代表說很多的好股票 它是被挫殺 它純粹只是受到拖累而已 所以目前的大盤 其實就像我講的 當美債殖利率來到了將近3.5% 台股還沒有出現非常誇張的破底 其實也代表說 台股最壞的情況大概就在這裡 頂多再怎麼樣 往下修正100點 200點 其實就差不多 所以這個位置 其實是真的是可以把它視為 是一個最壞的情況 既然是這樣的話 大盤就沒有什麼好去擔心 整個資金它就會在下週 因為整個國際的資金已經調節完畢了 股市會是債市 頂多就是調節2到3天左右 調節結束之後 市場就會回歸理性 很多被挫殺被誤殺的股票 它全部都會開始漲回來 是吧 所以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去看 包含像是一些車用零組件 包含像是一些網通 它幾乎是完全不跟大盤 原因就在於說 這些股票 它其實根本就跟這些資金調節沒關係 尤其是生計 生計它就是完全的跟大盤脫鉤 來 你去看 6月15號 6月15號我在我的Lite裡面 在我的免費平台Lite裡面 公開講6472的寶瑞 他宣布說要花61收購安城 他主要就是要強化CDMO 所以他會帶出其他的CDMO廠 一講完寶瑞昨天漲8.5% 今天再漲8.88% 6461的EAT也是一樣 因為他另外一項題材 就是海思科的CDMO 所以他也跟著往上漲 這兩檔 這兩檔我在本週三就講過 所以在我這兩檔平台裡面 光是加入這兩檔平台 至少在本週你可以賺到益德 你也可以賺到寶瑞 講到說整個CDMO其實 它的效應 預計可以持續發酵到7月27號 可以持續發酵到7月27號 來 你去看 其實會說可以發酵到7月27號 是在於說7月27次亞洲生技大展 這一次的亞洲生技大展 它特別是辟出了說 特別開一區是專門給CDMO的廠商 也代表說這一塊 其實它就是一個未來比較大的趨勢 如果說生技來講的話 未來的大趨勢大展望 數位醫療加上CDMO 所以預計說資金它會持續在這一塊下去做擴散 那甚至就像昨天講的 其實只要說一旦它的題材發酵出來 一旦開始起漲 漲勢會非常非常的可觀 所以像寶瑞 來 本週三 本週三限一根漲停板 一根漲停板過後 它就順利把其他的CDMO廠 全部一起帶出來 昨天 昨天繼續漲 昨天最高又漲了8.5% 最高來到228 今天 6月15號最高是來到211 昨天最高是來到228 今天在拉尾盤 最高最高漲到了239元 這一段 單週漲幅就高達了26% 漲幅8.88% 非常吉利的數字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大盤不需要去擔心 它就是一個被動式的賣壓 大盤不需要去擔心 更不用說有一些股票 它根本就不受大盤影響 所以其實這也是 當大盤不穩定 那我一直在強調的觀念 你不用去做過度的分析 或是說去把一些 去把一項簡單的東西 去把它複雜化 反而應該是要去把這些複雜的東西 去把它簡單化 越簡單越好 我們就是鎖定目前資金在哪裡 熱度在哪裡 下去尋找到相對應的潛力股 是不是 所以當時也是 保瑞一漲上來 我們就連帶下去 再去加碼易得 再去加碼其他的股票 保瑞本週26% 易得本週也是相對強勢 這個位置先佈局 佈局整理了一段 6月10號上週五 一根漲停板 6月13號收22.45 最高漲7% 6月15號 就是保瑞漲停的當天 保瑞漲停的當天 就發現到市場資金 已經開始轉入到CDMO 既然是轉入到CDMO 就再去加碼易得 6月15號 昨天646億的易得 直接漲停板 它最大的利多就在於 它有本身的新藥 又加上未來海斯科的CDMO 所以雙重利多之下 它的股價自然會比較強勢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你可以發現到 我們從5月應該從下半年 不斷在強調的邏輯 在這樣子的盤勢之下 只要你避開全職股 避開消費性電子 不論說大盤怎麼震盪 都跟你沒關係 其實你只要說避開全職股 加上避開消費性電子 本週大盤這樣跌 你也不會有太大的感覺 頂多就是震盪 但是絕對不會出現 非常誇張的跌幅 是不是 因為當國際資金 它在做轉換 首當其衝的 第一一定是全職股 再來通膨的影響 它會壓抑到消費性電子 消費性電子它的下修空間還很大 所以如果說一些外資機構 或是一些投資銀行 真的要去做股市 會市在市之間的調整 它首先賣的一定是這兩項 避開這兩項 你可以發現大盤怎麼跌 手上的股票都不會太有感覺 所以66億的益德 昨天漲停板 今天一度再漲了6% 稍微洗牌一下是有機會再攻 26.15 其實像生技這種東西 我們要去買進的時間點 一定就是在它利多 在它還沒有正式取得藥證之前 如果說你等到它正式取得藥證 再去買 這個時候早就太慢 因為生技股這種東西 它就是夢越大 它的漲勢就越強 它要漲到哪裡去 取決它的夢到底有多大 一直到7月27號 在這大約是一個月的時間 預計包含一些新料 原料藥 學民藥 CDMO 它會一檔一檔慢慢的往上發酵 所以昨天講的這一檔 SDMO的雙黑馬股 錯過益德 錯過保銳 都不用再去追 這兩檔目前未接都還偏低 一檔是負責前段的開發 臨床試驗 開發完成之後交給另外一檔 生物 藥物的生產製造 兩檔黑馬股是接下來 最有潛力的台廠CDMO股 因為說生技股的股本小 所以籌碼都有限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說股票市場嘛 其實股票市場說穿了 它就是用錢堆出來的 那既然是用錢堆出來的 你要去看大盤 要去看個股 要去看一些國際股市 最直接的判斷就是去看資金 你瞭解到它裡面的資金 是怎麼去運作 怎麼去流動 你會知道接下來 它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長期以來我都會說 你要去看判斷大盤 判斷一檔股票 判斷一檔股票 判斷一檔族群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去看資金的流動 資金在哪裡 熱度就會在哪裡 大盤跌你要看說 它資金到底是怎麼轉換 知道其中的邏輯 你不會覺得說現在大盤有什麼好擔心 因為它就是在去做一個被動式的調整 它一定會去做這樣的調整 就像我說的 6月16不論說升息幾碼 就算是升息兩碼 很多人會說如果升息兩碼 股市就不會跌 沒有這回事 升息兩碼 股市照樣會跌 它還是會去做調整 因為市場資金還是會變小 所以這樣子的調解其實就是說 它只是在反映特定的事件 這一段它是在反映美債 這一段它是在反映升息 主要就是反正國際資金 就是在這三個地方去調整 當在市的投資價值比較高 股市的資金就會過去 會市的投資價值比較高 股市的資金就會去過去 第一次就是在市 第二次就是會市 首當其中的全部都是股市 那自然它的賣壓會比較重 但是這種東西 它的延續時間不會到太長 頂多就是兩到三天 調節完它就是回歸理性 回歸理性該漲的股票它還是會漲 那也是因為有這樣子 比較非理性的沙盤 很多的好股票它才會有抄疊的買點 所以在我這兩大平台裡面 我會告訴你說 整個資金的流動 資金的狀況 Light跟Telegram IT都是WE178 前面要加小老鼠 在裡面都可以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想要的答案 好 其實除了說生技以外 包含像是車用零組件 當時其實有講過 當時大約在五月份 也有特別強調說 整個大盤動盪 整個大盤大環境比較混亂 大盤境比較混亂 其實像車用零組 傳統的車用零組件 它的相對最大的優勢就是 它是不受大盤影響 本身就不跟大盤 又加上一些刺激政策的價值之下 相對來講就會比較強勢 所以包含像是6279的狐聯也是 狐聯我們從100出頭 先做到大約是130上下 6月10號上週我又特別強調一次 這個位置又是一個全新的切入點 今天上漲的半根漲停板 最高來到135元 上週任何價位買進 今天全部都是賺錢 半根漲停是不是 就像我講的 其實以整個傳統車用零組件 因為這個東西它是 比較傳統的車用零組件 它並不是說電動車 這代型比較傳統的車用零組件 其實短期內爆發力比較強 是AM市場 東洋 地保 但是如果要論穩定度 我還是比較看好OEM這一塊 包含像是狐聯 包含像是自身科 其實像羽龍也是 只是羽龍被收購了 收購就沒得操作 所以像6279的狐聯 當時有講過 不到140的股價其實都不貴 今天馬上半根漲停板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 你去看狐聯 這樣子的走勢 狐聯也不是生技 但是它幾乎還是一樣 不受大盤影響 大盤從可能說將近16700點 跌到了最低15500點 也是將近1000點的空間 這1000點的空間 你去看狐聯這樣子的走勢 你完全不會覺得 大盤是跌了將近1000點 所以其實為什麼我會強調說 從5月份這樣一路強調到現在 避開權值股 避開消費性電子 不論大盤怎麼跌都跟你無關 因為大盤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會修正 原因要嘛通膨 要嘛美在殖利率 要嘛貨幣 反正就這幾個因素在輪流 那這些因素最直接影響的 就是國際資金會去轉換嘛 那當國際資金要從股市提款 它首先賣的一定是全資股 那再來它就會賣成長性最低的 消費性電子 所以這兩塊避開基本上 是不受大盤影響 那如果說避開這兩塊 那再選到當下比較強勢的 像生計醫療 它幾乎就是就完全不跟大盤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你去看 狐聯它是完全不跟大盤 它就自己走自己的路 包含像是647點的宇治也是一樣 來你去看 大盤它是跌了1000點這樣這一段 宇治也是幾乎是完全不受影響 頂多最差的情況就是高檔震盪 高檔震盪相對這樣比較起來 也是強勢非常非常多 今天也是漲了3.2%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你說股市的操作難度 會不會越來越低 絕對不會 就像昨天講的 你目前所看到的所有的狀況 CPI 升息 通膨 我認為到年底之前 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它都會維持 既然是這樣 你應該是要去適應目前的環境 因為不論說怎麼樣的行情 它裡面一定會有相對應的強勢股 這個時間點 其實一直到7月27號之前 整個市場上最具潛力的 絕對就是生技 尤其是你看 來呀 2022亞洲生技大會 7月27日登場 這一次比較特殊 特別加設了CDMO管是不是 為什麼它會特別再加開CDMO管 就是因為這是一個趨勢 其實CDMO這個東西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它的門檻比較低 它比一些傳統的新藥廠 還要來得低 因為新藥的研發 它從無到有 它需要經歷的時間 資金非常非常巨大 但是如果說純粹去打CDMO的話 它的門檻低 營收也比較好拿到 但相對來講競爭者就大 所以為什麼說CDMO的雙黑馬股 它兩間要去合作去打入國際市場 就是因為它要用有心的資源 去創造最大的效益 所以像是寶瑞也是 6472的寶瑞 其實寶瑞 它幾乎可以算是CDMO的領頭養 那2023它是挑戰20元 如果說挑戰20元的話 這樣子的價位其實還不貴 就算本週漲26%其實還不貴 今天的漲幅8.88% 也是非常的激勵 所以6472的寶瑞 它是可以把整個CDMO廠的熱度 再帶出來一次 因為其實它在5年內 它的5年內已經收購了4家公司 最新的兩間就是安城跟伊甸 如果說我們以它的歷史來看 其實通常它收購完之後 它的效益都會在明年浮現 如果說伊甸跟安城 它的貢獻壓到明年的話 其實挑戰20元是沒有問題 包含像646億的EED也是 完全不受大盤影響 像這一段也是將近是20%的獲利 今天最高來到26.15 藥證加上CDMO相對來講就比較強勢 如果說這些利多取得藥證 CDMO也接到的話 是有機會翻一倍 但是這些都不用追 升級股千萬不要用追的 這兩檔目前都還在低檔 CDMO的雙黑馬股 1加1它絕對會大於2 而且裡面其中有一檔 它是在第三季 會取得全新的藥證 直接利用這兩天的時間 趕快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0800 66 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推薦分析 bege Majram 0800 那我們 喜歡 我們